影片来记录生活的鱼翼之兔 那今天记录了我去逢假夜市的一个情形哦 大家好,我是鱼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内 我是用影片来记录我的生活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鱼我的话 快点点击订阅鱼我 那订阅鱼我的话 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 才可以即时接收到我们最新的讯息 在开头前 记得啊抽两个这个 必胜客的 不是必胜客 达米勒的这个笔卷 那么只要分享到我的任何一个影片 然后到我AFB的粉丝团 然后将你分享的截图之后留言给予我 就有机会去抽到这两张哦 赶快留言哦 看有没有人留言 赶快去留言哦 OK 那我们今天要抽的是 我去了广假夜市 那么 我去那边看到什么 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江桂就是依依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开头就不要废话这么多啦 我们直接先去看 抖手 我们现在正在混沙烟 我们现在正在混沙烟 今天跟一个 黄瓜妈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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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挑战一下 这边的吃喝玩乐 哈囉 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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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鱼一隻兔 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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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圈 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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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vival by 欢迎回来 其实我去逢甲夜市的时候 沙沙沙表演的 ターン 因為我一直在逢甲商圈那邊繞繞繞繞然後繞不到夜市去 然後後來就是碎片之後就說那小巷就看好了 因為我印象中是在逢甲夜市的那個那個逢甲大學的那個招牌那邊旁邊 應該還是有很熱鬧的地方不是我記得不是只有商圈這邊 我記得還有很多很熱鬧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從商圈那邊有一條街然後繞過去 發現了夜市然後發現了超熱鬧的夜市 終於找到我們的目的地了封甲夜市 那我其實就是吃了我們有去繞了 那但是因為時間的允許 我們只是去走了一圈就該回台北了 因為我們只有一天去 然後光是坐公車就要30分鐘的 從台中坐公車到封甲大概就要30分鐘 超長的一個公車路線 不過先說台中公車一個好處就是它10公里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坐35號的公車 只要你從台中車站出來往台中舊站那邊走 然後它是在它的右手邊然後有公車站 然後搭35的 那麼10公里是免費 我第一次坐到免費的公車啊 所以就上下車刷悠遊卡 然後是零塊錢 然後到逢甲 上去那邊 一下來就是逢甲上去 那你要回去的話就是去對面搭 就是在 呃...保養那邊 還不到保養那附近而已 就可以搭回去 如果你是兩天有的話 那就還好 如果你一天有的話 你真的逛不了什麼 我們大概11點12點出門 11點12點出門 我們到那邊就大概4點多了 對所以 我覺得是規劃兩天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我覺得 北部跟南部不一樣的 還有就是炒飯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欸我上次去 也有去東海那邊 然後我發現 欸中部的炒飯非常口味超 呃...超多的 像台北就只有什麼 肉絲啦 香腸啦 然後頂多再有什麼火腿啦 就是大概種類就是那幾種 可是我發現 欸我在那個風假夜市 我吃到菜脯 菜脯的炒飯 我覺得好神奇喔 那SO炒飯我們 北部這邊也是很少的 然後他們也有 我就覺得他們的炒飯的種類 是非常多的 炒麵也是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食物是 我們在北部是吃不著的那一種 很...就算有啦 也是很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那個食物就是跟北部的就是很差 而且 真的比北部的便宜很多 台灣現在北部 最便宜最便宜的一個炒飯 也要60塊 然後更貴還有70塊80塊的 那邊可以吃到45元的炒飯 真的是...嗯... 那我覺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那麼可能 越南...南部那邊可能會更容易吧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走到南部去實際去吃吃看 對...有機會 可以去走走看啦 但是我都是一天有的 所以... 痾...要到南部好像有點... 對... 所以...痾... 是滿大的 大概比士林夜市的... 你可以想像是士林夜市的兩倍到三倍那種感覺 因為它周邊的旁邊的旁邊啊 巷內啊 你要逛都是可以去逛的 所以它的那個...範圍是還滿大的 所以真的會走得腳很累很痠 所以... 我覺得... 以我們今天... 我們那一天去一天的一個行程是... 真的是... 很趕... 超趕的 所以... 有機會的還是... 兩天的行程去安排一下啦 好...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YES... 希望有機會你們也可以去囉 那麼... 我講的以下的訊息... 都會... 痾... 在下方留言... 更多連帖那邊... 更多資訊那邊... 做連接... OK... 然後... 在結束的時候還要講說... 欸... 抽獎啦... 趕快去留言啦... 只要分享我任何一個影片... 然後... 並且截圖到... FB的粉絲團... 就有機會可以抽得到囉... 這麼簡單... 還是你們不會截圖... 如果截圖的話... 你可以選擇... 痾... Windows的話... 有內建的截圖工具... 或者是你用... 痾... 鍵盤上面... 在... 立牌... F12的旁邊... 有一個P... 開頭的那個鍵... 把它點下去... 然後用小畫家... 然後把它貼上去... 然後... 然後... 就可以上傳了... 如果... 這是給你說... 你不知道截圖的話... 或者是...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截圖的話... 可以到... FB的粉絲團... 視訊給我... 然後... 可以問我價值... OK... 好... 影片就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大大的喜歡... 並且...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 呃... 社群網站... 那... 呃... 你還沒有訂閱於我的話... 趕快點擊我的頭像... 或者是... 下方訂閱... 訂閱於我... 那我... 我推薦給你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去點擊來觀看... 那... 我是禮拜一到... 禮拜五... 六點半發片... 那... 你同時也可以關注一下... 我的FB的粉絲團... 跟我的評歌方... 各有不一樣的內容... 那... 我用影片來記錄生活... 我們今天就這樣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嗯... 我們家真的很好逛... 哦... 走得超累的... 這是我之前在動漫展那一篇... 然後說的啊... 嘿... 我抽到那個... 英魂的暴政...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這樣背景... 可是他好像... 都... 看不太到... 對... 他好像... 那好像就要看到這一隻... 不好意思... 這隻是... 之前那個... 安全家的時候... 然後... 去幾天玩的... 這隻我今天沒有改出來的... Kiki貓那個... 是麥當勞的... 那麼他們就是... 陪伴的大家... 當我的背景啦... 哈哈哈... 是麽...